同学们,现在我们给鱼的背景上一个淡的翠绿色 这样呢,让鱼的背景和牡丹呢,颜色上有个敷印的作用 这个颜色呢,比较淡,稍微有点敷印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这个翠绿呢,是用这个太极栏加少许藤环调配而成 我们这张画呢,这个整体基调呢,都是绿色 这个鱼和花头的部分呢,是红色 好,我们上面呢,也稍微给它带一点点 这样呢,整个画面呢,就比较协调 看上去就会 这个鱼的尾部呢,可以稍稍带上一点点这个绿色 让它融入整个这个背景 然后就会有什么样的 就会有什么地方呢,就会有什么地方呢 好,我现在就会有什么地方呢 好,这个画面呢,我们稍稍带点绿就可以了 我们呢,用这个水笔稍作调整就差不多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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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这一步呢 我们先画到这里 好,同学们 我们现在用这个鼠红加墨调成一个这个中等浓度的这个秧枝色 来提染这个最深的部分 这个颜色呢 也可以叫做秧枝色也可以叫做这个深红色 主要是提这个花头最中心的部位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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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,好,好,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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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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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看 这个环 感谢观看 就是说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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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